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怡云 因为川普总统突然开除FBI的局长柯明 而越演越烈 纽约时报爆料 川普在前国安顾问弗林辞职后的隔天 就立刻召见柯明 要求他不要再追查下去 似乎是希望相关的调查 可以在弗林辞职之后就画下句点 消息一出立即引来舆论的质疑 川普的行为不但滥权 而且还可能有干预司法的嫌疑 请看我们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无预警开除联邦调查局 FBI局长柯明 事件爆发至今 川普几乎天天被人爆料 让他在出席公开活动时 忍不住大吐枯水 看来我最近的状态 尤其是媒体 在历史上没有政策 我说这种非常确认 因为纽约时报揭发 川普曾经试图干涉FBI 针对前国安顾问弗林的调查 川普日前还发文 警告柯明要他对媒体泄露资讯之前 最好希望他们两人的对话 没有留下带子 知情人士透露 柯明会见川普之后 立刻在备忘录记录两人的对话 而时间刚好就在2月14号 也就是弗林辞职的隔天 消息指出 柯明一向有为敏感会议 留下书面记录的习惯 当下他就是因为 对川普的要求相当震惊 才写下备忘录留存 并分享给FBI资深官员 眼见风波越演越烈 联邦司法部就宣布 指派FBI前局长穆勒出任 监督调查俄罗斯干涉大选 李宇云的特别检察官 舆论指出 如果这起事件属失 川普轻责滥权 重责妨碍司法 足以构成弹劾 尽管白宫坚决否认 川普要求柯明结束任何调查 众议院方面还是要求FBI 在24号之前 交出柯明与川普对话的一切记录 如果白宫有录下两人对话录音 也得一并交出 我们继继续跟张又生做访谈 我想又生一定有记忆在川普开革柯明的第二天 他有一个推特说最好你希望我没有录音对于我们的谈话内容 对这个似乎在暗示他那个时候知道柯明有留下这个谈话的备忘录 他可能也不知道 可能也不知道 但是这很巧合的就是柯明可能为了自保他留下了这个备忘录 你觉得这个事情对川普现在会造成什么影响 先说柯明他30年前开始 他是法律人开始在进入律师事务所的时候 他就从那时候就开始了 只要他跟他的上级有谈过话之后 他如果觉得不是很舒服的时候 或觉得你可能是有戏效的时候 他就有这个习惯 他就会写memo 不过那时候他memo也没有人 也不能给谁看 就自己在那边 所以他长年以来保留这个记录 就只要跟上级谈话 他大概习惯性大概都会做备忘录 那么这一次这个情况 其实好玩是说 这个消息在纽约时报星期二那时候 就美国时间星期二晚上发布的时候 其实星期二的 美国时间星期二的中午下午 白宫就获得勤资了 就开始讲说 纽约时报会报说 他们说科米有一个memo 我想纽约时报一定是 科米这边的同事跟他讲 他一定到白宫求证 白宫可能就知道 对 但是白宫就试图先打预防针 就说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说 科米有memo 说什么什么 但是他并没有讲细节 然后后来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出来了 然后过去一整天在那边从就发酵这样子 但是有意思的是白宫虽然说即使其前好像试图打预防针 但从他的那个危机处理 基本上完全不及格 还是荒腔走板 一开始他第一时间他就讲说 这个对于那一天总统跟局长的谈话内容的这个记载 是并没有如实的 这个就是反映出他们两个谈话的本质 OK 这个是昨天那时候的这个情况 但今天又出现新的讲法 匿名官员讲说 总统是开玩笑的 是开玩笑的 所以有讲过这个话 对 他应该是知道说这个memo可能是真的 而且这个memo可能有可信度 所以说他可能真的认为说 这个真的有没有 又生我问你 就像这样子 私密的两个人的讲话 你现在变成科米的话 要对川普的话 那在以前我们平常来讲说 总统的讲一定是他最大的 他讲的是比较可信 可是现在倒过来了 因为他fired掉科米 科米又不是在fired掉以后写这个memo 他到以前就写了 所以变成科米的可信度要超过川普了 所以这也是石英恩讲说 这个是一个信赖度的问题 就是说到底美国公民要相信谁 我们是要相信这个被开除的局长 还是要相信总统 那川普现在反而变得很危险 就是说反而科米的可信度变得比较高 而且就是说 因为当时其实川普并不是单独接见 科米当时司法部部长赛星斯也跟着去了 而且这个白宫幕僚长 Pribus普博斯也在 还有副总统潘斯都在 但是就在他出现这一段 就说我希望你能够放过这个弗林的这一段谈话的出现之前 他把这几位全部都请出去了 所以整个房间只剩下他跟科米 所以你现在真的是 就旁边没有任何第三者 那当然这个东西就变得很正义 就是说为什么只有凭科米的一面之词 就认为说川普讲完这些话 除非川普要提出录音 但其实录音的话 这个东西其实录音并没有违法 就是说因为而且根据华盛顿邮报报导 就是说从尼克森搞秘录之后 其实美国立任的总统 其实在白宫都有录音装置 所以不要认为说自己讲话 一定不会被录音 他都会录 只是说他要不要公布或那什么 就是说这个东西有点 有点在模糊地下 但没有说道德上是不是 偷录或秘录的问题 而且现在从这个国会 昨天一开始这个就讲说 连他们自己共和党的这个 重院的这个监督委员会的这个 的这个查菲茲都说 他说他这个要求这个联邦调法局 现在已经不是要求科米 是联邦调法局 包含这个代理局长麦凯博 就说在一周之内 就十七号到二十三到二十四号之前 把所有跟这个科米那天 跟川普会面的 不管是有memo 不管是文字党 还是影音党什么时候 有的话全部都要交到国会来 而且据说 科米他所有跟川普的互动 他都留下记录 包括川普打电话来 有两次他也留下记录 这有一个paper trail 就是有一连串的这个 如果现在国会把这些人都发传票 然后要联邦调查局往上搅的话 这会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调查的情况 你觉得现在看起来 大家已经开始谈到就是川普这样子说 有没有涉及到妨碍司法的情况 你觉得呢 因为妨碍司法的构成要件里面 就是说跟一般的其他刑事犯罪一样 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说 你有没有犯意 你要是故意 不能是过失 所以我想川普也 他也自己有他自己的法律顾问 所以现在大概知道说 如果这一段对话真的被记载了下来 而且可信度 大家都认为可信度很高的时候 他最后讲说我是开玩笑的 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千万别让 我也不是在给你下条子指示 或什么 他已经在网上方面 就是说可能要撇除说 他是故意叫他去这个不要 他说而且今天白宫匿名官员讲 他说总统并没有说 任何要他放弃调查的意思 所以基本上代表说 已经在灭火了 但是这个情况还是一样 就是说从他这个跟俄国泄密的事情 这个事情其实你说 如果是引起渲染大波的话 但真正他们说 The I word I这个字就是impeachment 弹劾这个字 说这个字真正扶上台 其实是从这个memo出来之后 才有人开始谈论这个 当然这个距离还是非常的远 因为你第一个你妨害司法 妨害司法当然是一个 impeachable的一个offense 但是即使你构成妨害司法罪名 即使成立 其实也不等于说 他就一定会被弹劾会下台 因为还要众院多数 跟参院要三分之二 所以基本上那个东西 所以说某种程度上来讲 他们说现在川普命运 掌握在这个众院的这个议长 Ryan跟参院的这个多数长领袖 麦康纳的手中去看 他们要不要去动这个事情 但是目前为止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 这个私底下做的调查说 大概众院大概只有 十名共和党议员 参院大概只有三位 所考虑说这个 说认为说这个事情 可能会构成的 或者愿意往这方向 因为他们大概有各自的考量 因为现在拉下川普 对他们并没有好处 股票市场 马上就反映 这个是一个 蛮令人压抑的事情 就是在这个所谓科米的 备忘录出来以后 股市下跌373点 等于是这个把 是八个月来的 这个跌的最多的一次 那等于是原来在川普 刚选上的时候 那种兴奋的心情 完全就没有 因为眼看着国会 肯定就是接下来 就是调查这个事情 没完没了 所有川普的新政 包括减税 包括怎么可能都往后排了 对对对 我想问佑申 现在司法部被迫指派了前FBI的局长穆勒 单身特别检察官 这个事情 特别检察官的调查 会对于未来川普的命运 尤其是I这个字 impeachment 会造成什么影响 特别检察官是第一步 当然照最理想的状态 其实你说不管通俄门的这个整个 真相像水落石最好是能够成立于这个就是超党派的这种独立的委员会 这是第一选项 但是第一选项不可得 因为共和党不配合 所以说现在参院中院都有自己的调查委员会 但是那个调查进度是不仅是牛步 可以说是归宿 根本就是有一搭没一搭 大家就是硬帽 那么而且特别检察官跟独立检察官还不一样 特别检察官他还是要跟罗生斯坦报告 甚至他有必要是他还是要跟川普报告 川普是可以听取他的简报 那独立检察官是完全不用甩他们 所以说还是有差别 那但是这个东西其实他们说是算是次家的选择 但是有他在的话 他可以就是说统筹这个整个通俄门的调查 包含这些资源就是什么 不过这个另外讲一个就是说 这个罗生斯坦据说他在任命这个 发布这个任命这个穆勒的人令之前 听说川普是在发布前三十分钟才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其实也是很没面子 他们说因为罗生斯坦其实他们说 也有在报复川普摆他道 就说FIRE 口米是他的建议 他就想说明明是你自己要FIRE 这后来川普也证实是他自己要FIRE 说不管你有什么建议我就是要FIRE 所以这个他们说罗生斯坦其实有点这种 不晓得是不是里面有这个什么 但是川普也不便发作 但是任命一个特别检察官 是的确是要找出真相的第一步 就是说他一旦开始启动的话 包含就是说他可以要求 而且罗生斯坦也讲就是授权他 查出就查个水落死出 包含任何可能跟这个事情案件有帮助 这些包含不管录音记录或者memo什么档 什么全部都要交出来 但是这个真的启动的时候 我想川普会很头痛 以前的总统 当然从克林顿到尼克森 也都面对着独立检察官的 小部屑遇到过 原来都认为这个不会对自己造成什么影响 反正你查过以后我就还我清白 但是后来都发现这个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事情 往往这个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这个东西都这样 就是这个鸭蛋在密也有缝 就是这个东西你不查则一查 而且本来就有点这个 本来就不是那么站着住脚 这一查期一定是一定到最后会 这个疲漏会越捅越大 这个事情还会继续发展 尤其是下个礼拜 听说科米可能会被参议院传唤 而且他好玩是 科米好玩是说 他们要求他去参加公开的听证会 他拒绝 但公开听证会听说他很有兴趣 所以他们说最快可能下个月 他到时候还要选择在大庭王之家 直接这样去作证 所以这个到时候会是很精彩 今天非常谢谢佑升跟我们来谈川普最近的这些问题 谢谢 谢谢各位观众收看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